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著名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在这142个周围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凭借着高超的指挥艺术 大无畏的作战勇气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支持炸 共计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 自此国民党五大主力全军覆没 蒋介石在美帝支援下组建的精锐部队 也被我军从根本上摧毁 不仅如此 在两年多的作战中 解放军已经顺利解放了东北全境 西北一部以及中原、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 尤其是在华东战场 在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强强联手之下 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徐竹集团 把战线成功地拉到了长江北岸 和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隔江相望 大家都知道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户 下游的江面宽两到十公里不等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倚仗的天然险要 比如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 就利用长江天险在赤壁大败北方的曹涂大军 后来的南方政权也多是依托长江 抗衡北方居多 到了1949年初 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由开战支出的127万人 上升到了358万人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国民党军队 却由开战支出的430万下降到了204万人 可以说三大战役之后的解放军 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 都对国民党军形成了明显优势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从430万下降到204万 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难道我军就只歼灭了国民党军226万人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 我军就歼120万人 第二年又歼152万人 国民党之所以能在屡遭重创之后 仍能保持200多万人的部队 是因为国民党在此期间不断的补充部队所致 毕竟国民政府当时控制了全国近3亿人口 就算是正常征兵征不到 拉壮丁也足够他补充部队了 何况拉壮丁是国民党从抗战时期 就已经玩得相当流的技能 也就是说三大战役之后 如果国民党能有个一年半载的时间喘息 其兵力会迅速回复 因为他还占据着大西北和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 所以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主动下野 由副总统李宗仁上台和我军展开谈判 而李宗仁当即派出了以张志忠为代表的谈判团队 赴北平和谈 当然正如当年的重新谈判一样 国民党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 只不过是想借谈判之名拖延时间罢了 在老蒋这边 他的夫人宋美玲前往美国索要援助 他自己则表面隐居下野 实则继续操纵国民政府扩军备战 比如他就在南方任用拜托的胡连李弥等人 组成了编链司令部 以继续绚练新兵补助部队 而对于李宗仁白仲喜来说 他们也知道现在是打不过解放军的 所以他们俩的想法是通过北平和谈 争取和中共划疆而至平分天下 具体到谈判要求就是解放军不过长江 大家回想一下 华海战役之前 李外二人是如何抗老蒋的 首先白仲喜拒绝前往徐州指挥作战 逼得无人可用的老蒋 最后任用了刘志这种猪头将军担任徐州交总司令 后来华海战役激战正撼的时候 白仲喜更是扣下手里的宋西联兵团 拒绝增援华海战长 眼睁睁的看着杜宇明黄伟等人被我军消灭 暂且不论戳掉宋西联兵团能否改变华海战局 白仲喜所在的华中交总 这心就没跟国民党的徐州交总站在一块 反观我军的中野和华野 几乎就是完美配合 为了消灭敌人 根本就不计较个人得失 到了后来 杜宇明集团群居覆没 老蒋手里的五大主委全完毒的了 这个时候 李宗仁白仲喜 火通美国人出来逼宫了 老蒋最终呢 于1949年1月宣布下意 李宗仁成功上位 可以说 李白二人之前的所作所为 就是在等着看老蒋笑话 他们俩的如意算完事 等老蒋手里的中央军打光了之后 他们俩就代表国民政府 重新和中共和谈 因为内战是老蒋挑起的嘛 他们俩以为 中共的仇恨全在老蒋身上 自己是可以用一个全新的政治面貌 和中共谋求化僵而至的 何况李白二人所掌握的 桂系精锐尚存 没了中央军 照样可以和我军一战 即使打输了 大不了退回广西嘛 中共不至于对他们桂系赶尽杀绝 战场上打不赢 谈判桌上怎么谈 结果都是一样的 李宗仁白从喜 自以为能和中共化僵而至 他们太不了解毛泽东了 那这种小鸡俩 很明显是偏不到我方的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呢 李白二人最大的判断之务 不在于我军的过疆问题 而是他们俩 根本就没搞清楚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使命 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换算到现实战略 就是解放全中国 更不必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 怎么可能让南北朝再次出现呢 这一点毛主机明白 老蒋也明白 唯独李白二人心存绞性 而这个时候呢 美苏所代表的国际势力 也希望国共可以化降而至 美国就不用讲了 他肯定是不希望看到 整个中国变成红色 而苏联呢 更多的是基于地缘政治环境 避免自己身边呢 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 那这里呢 我必须要吐槽一下苏联啊 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很早 从北伐到抗战呢 苏联就没少援助中国 但是大头都给了国民党 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啊 苏联更是援助了国民党 九百多架飞机 上千门大炮啊 国民党军中的苏切实 就是这么来的嘛 也就抗战结束后的几个月呢 苏联在东北 移交了一部分日式武器 给了我军 网上有个数字说 苏联在东北给了我军 七十万条步枪 四千门火炮 坦克六百辆啊 诶 纯属扯弹 原因很简单 辽审战役之前 东北野战军啊 总共也就不到 四十万条步枪 两千多门火炮 注意是火炮不是大炮啊 抗战胜利之后 苏联就劝我方啊 接受国民党的核弹条件 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呢 更是再度劝劝我军 和国民党核弹 看似是当老好人 居中调停 实则是胳膊肉往外拐 美苏两国的小算盘 主席当然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党中央担心 英美会武力介入分裂中国啊 认为我军 除了要在谈判桌上 再一次争取主动 还必须做好 武力解放全国的准备 因此啊 我军一军 没以作战地区设定的番号 已经不再适宜了 中央军委 遂于1949年1月 开始统一全军的序列和番号 其中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北野战军 改变为第一野战军 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 下辖两个兵团六个军 共计15万5千人 中原野战军 改变为第二野战军 刘伯承任司令员 邓小平任政委 下辖三个兵团 九个军 共计28万人 华东野战军 改变为第三野战军 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 肃毅为副司令员 谭振林为第一副政委 下辖四个兵团 15个军 共计58.1万人 东北野战军 改变为第四野战军 林彪任司令员 罗容华任政委 下辖四个兵团 12个军 共计88万人 原华北军聚的 三个野战兵团 分别改变为 第18 19 20兵团 共计9个军 23.8万人 除上述的16个兵团 51个军的编制之外 我军还有不少的 骑兵和特种兵单位 以及由地方部队 和起义部队 合并而成的军级单位 可以说三大战役之后的 解放军 是真正意义上的 兵强马装 而国民政府 已经如秋风落眼一般 摇摇欲坠了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国民党仍然保有 半壁江山 时间一久 肯定是会卷土冲来的 李宗仁更是想 化江而至 平分天下 那这两个结果 无论是哪个 我方都绝不能接受 因为中国是一定要统一的 在北平谈判的最后 我方拟定了 国内合并协定 内容概括如下 一 严惩挑起内战之战犯 但有功于人民者可拙心处理 二 严惩被国民政府释放的 港村宁寺等清华战犯 要求重新审判 三 取缔南京国民政府 并废除所有和列强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四 所有倚仗政治特权 巧取豪躲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全部没收 并在全国有序推行土地改革 这个协定要求国民党 最迟在4月20号 必须做出答复 不得拖延 否则就是有意破坏 和平协定 解放军到时候 就会用武力消灭南京国民政府 也就是说 无论国民党是否接触这份协定 解放军都是要过疆的 有的东西可能会说 这个协定是不是太苛刻了呢 我要告诉大家 每一条都不苛刻 非常合理 重审被国民党释放的 清华战犯就不用说了 蒋介石大放到 连发动三光政策的 港村宁寺都无罪释放了 这个责任是必须要追究的 何况蒋介石所代表的 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内战 造成了大量的民众伤亡 国民经济更是已经崩溃到了 民不聊生的地步 所以绝不能让国民党 有能力卷土重来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 主张什么原谅国民党 那就是烂好人 圣母亲 乐山大佛应该站起来 给他上座 那说的再直白一点 这份国内和平协定 就是在给国民党一个台阶 让他体面的下台 他不要 那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帮他体面 至于国民党方面 无论是当局的李宗仁白中喜 还是引退下野的蒋介石 都认为这份协定是不能签的 因此整军备战就成为了他们的唯一出炉 可国民党的精锐已经损失殆尽了 哪还有兵力组织长江防线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利用和谈 托石坚 拉壮丁 到了4月间 汤恩伯还真组织了一支45万人的部队 加上武汉白中喜的25万大军 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一共聚兵70万人 更重要的是长江一旦进入5月 就会迎来巡奇 到时候江水暴涨风大蛮高 缺乏现代化船只的武军要将渡江 就非常困难了 因此在考虑到所有变数之后 中央军委决定将负责淮海战役的淮海总经纬 改为渡江总经纬 全权负责渡江作战事宜 并且派出四野的宵敬光兵团12万大军 由平津地区南下 牵制武汉的白中喜集团 而我军打完淮海战役的二野和三野 除了大量补充自愿加入我军的解放战士 还从地方部队中抽调兵力 补充野战部队 自渡江战役发起之前 我军的渡江总兵力 已经达到了120万人 准备在安庆 吴湖 南京 江英之县 发起渡江作战 歼灭汤恩伯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 陈毅苏与两位首长 特地的命令花眼 将缴获皇位兵团的武器装备 都留给了中野 此外还在战后的休整阶段 支援了中野15000名解放战士 和600枚排击炮 这一下就让装备匮复的中野 得到了很大的嘉奖 这个就是我军携手攻进 团结作战的体现 也因为这份绝对的信任和彼此支持 经过整兵的两大一战军 除了要携手渡江 二野还要充当战略预备队 以随时准备应对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 保障三野在江南作战 而在渡江作战的分配上 三野副司令员素玉 率领第八第十兵团 加上地方武装 共计35万大军 组成了东线集团 三野副政委谭振林 率领第七第九兵团 共计30万大军 组成了中线集团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 则率领第三第四第五兵团 加上地方武装 共计35万大军 组成了西线集团 而渡江总经委 另外两位首长邓小平和陈毅 则坐镇合飞以南的遥港 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我们再看国民党的布局 西线是由白中喜集团的 二十万大军组成的 东线则由汤恩伯集团的 四十万人防守 国民党的布局整体 是东中西清 很明显身为了 所谓南京上海到杭州一线的 上海是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南京更是国民党的大背影 老蒋的计划是 长江能拖就拖 不能拖就退出上海 打持久战 大家可能会纳闷 以国民党的那点残兵败将 上海能守得住吗 老蒋其实也不打算一直守下去 他死守上海的目的之一 是争取时间运走江南的黄金和白银 同时他要利用上海 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到时候他就可以借着国际干预 东山再起了 那从现在的视角来看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不会爆发的 但是局部冲突是肯定会有的 比如爆发于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 英美势力不就亲自下场参战了吗 所以再回想一下毛主席的那一句 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是多么的高瞻远瞩啊 关于抗美援朝的解说呢 以后一定给大家补上敬请期待 那么回到电影 在发起多江之前 我军又碰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长江上居然还有英国军舰在航行 此舰名为紫石英号 隶属于英国的运动舰队 根据1943年的中英协定啊 英国已经放弃了在中国内核行驶军舰的权利 但是英国人说话当方批 根本不在乎 国民政府也没胆量将这距离 那到了我军这里 就容不得英国人再放肆了 首先我军提前发出公告 要求所有外国军舰在4月20号之前离开长江 也就是说紫石英号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依旧在中国的内核行驶 是严重侵犯我国主权的 再者紫石英号在长江待着 严重影响我军渡江 根本不把我军的警告放在眼里面 那不用说了 解放军炮兵当即开炮距离啊 哪知道紫石英号竟然还敢还击 是吧 一番激战之下 紫石英号被我军重创搁减 正副舰长全部重伤 没办法 英国人只能挂白鸡头羊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 英军又派出了数艘军舰前来支援紫石英号 但都被我军击退 可是解放军三野23军的2022团团长邓若波 却不幸在交火中吸尘 我军出于外交和人道主义角度 并没有下死手 允许紫石英号修复船只 抢救伤员 并上岸采购古籍 但是在外交上就火力全开 强烈谴责经国政府侵犯五国主权 直到三个月之后的7月30号 紫石英号趁着黑夜摸黑逃出了长江 打得好 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而那时候的政府也只能割地赔款当孙子 今天老子就是要开炮打掉他的嚣张企业 可以说紫石英号事件是我军正面硬钢英国部队的开始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同时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妥善处置也是给足了英国人面子 避免了事态扩大 最终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政权是西方大国中的第一个 不过紫石英号只是我军南下渡江的一个小差距而已 我军真正的目标是打过长江去 因为在1949年4月20号这个最后期限 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这就意味着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要以武力彻底消灭南京国民政府 到了4月20号晚上 长江北岸的解放军东中西三个集团百万大军已经全部做好了渡江准备 9400多条木船和1万名船工随时准备出发 游三野副政委谭振林指挥的中集团更是准备在晚上8点半展开行动 然而你可能想不到的是 打奖我军渡江作战第一枪的竟然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电影《大战宁护航》位置还特地设计了一个小故事 说当晚渡江中集团的各级首长在做前线动员的时候 着重强调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等着大家渡江胜利的好交集 结果可能因为电话里面没听心啊 动员令往下传的时候就越来越离谱了 传到二七军七十九十二三五团的时候呢 直接变成了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到长江前线观战了 那二三五团的战士们一听这个都激动不已啊 这一高进呢 通信员又把上级下达的听令开传 误听为立即开传 三连二排的三个班收到命令立即开动 其他船者看见了首船动了也纷纷开船 马上开船赶上他妈 我让下电话今天头部长船 我一看都开了 七十九日市长肖敬海在接到前线报告之后啊 果断命令全市出击 于是乎这场改天换地的渡江大决战提前了十几分钟 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号晚上八点十五分正式打架 尽管我军跳到大半夜开始渡江 但是江对岸的国民党首军呢 还是通过探照灯发现了我方的先锋船队 随即展开火力拦截 猛烈的炮火和机枪子弹在漆黑的江面上啊 犹如死神一般收割着解放军战士的生命 不少船只甚至被炮弹直接命中 伴随着冲天浪花消失在大江之上 但是我军战士丝毫不拒 南岸就在眼前退后就是耻辱 国民党军敢拦截就狠狠地打回去嘛 船上机枪独击北岸炮火掩护 中级团的战士就这样在隆隆炮火中 不断地在忽明忽暗的黑夜掩护下 向南岸攻击前进 犹如黑色巨龙一般的 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火力封锁 成功登岸 请大家记录解放军27军 79师235团的三连二排五班 这是我军第一个登陆南岸的部队 后来被称为百万雄狮渡江第一船 随后二班的全体战士成功登陆 其他的解放军船只呢 也陆续登陆南岸 在敌人的暗防火力仍然在开火的情况下 所有战士不做停歇 迅速组成攻击小组不断地反护 因为他们要端掉敌人的暗防火力点 站稳脚跟 以减轻后续部队的登陆压力 到了晚上9点15分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之后 五班按照时间部署打出了三发红色信号弹 预示着我军中集团第一梯队已经取得了渡江胜利 至21日凌晨 中集团的第21、24、25、27军 已经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在安庆、吴湖之间设定的防线 并建立了东西100多公里 纵深20多公里的贪图阵地 将国民党的千里防线拦腰斩断 我们同学可能会问问 我军攻势如此之猛 汤恩博难道就不知道反扑吗 他倒是想 但是就像我们上期说的 汤恩博手下的70个是45关大军 大部分都是新舰部队 战斗力本来就不强 加上蒋介石并不指望昌江能够挡住我军 所以汤恩博在战役期间的几次反扑并没有尽全力 他的主力部队已经做好了收缩上海的准备了 到了21日 由苏域司令员指挥的东集团 已经在镇江江英一线准备渡江了 而拦在东集团面前的最大威胁 就是国民党部署在江英的炮兵 江英要塞由国民党的少将司令戴荣光指挥 负责阻击我东线集团的渡江 光暗防重炮就有30多门 火力是相当猛的 但是戴荣光不知道的是 我军自1947年就已经开始了对江英要塞的策反工作 到了1949年4月 江英要塞除了守将戴荣光 其他的主要军官全都已经变成了解放军的人 所以在渡江战役开始之前 渡江总监委已经在江英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 拿到了国民党的江防部图 4月21号凌晨 江英炮台台长也是我军地下党员的唐炳林 和弟弟唐炳玉 准备侧应解放军东集团渡江了 在面对戴荣光下令开炮封锁江面的时候 唐炳林果断吊斩炮口轰炸南岸的国民党守军 气得挨炸的首将啊 大骂戴荣光眼睛瞎了 是在死吗 你什么眼睛瞎了 炮弹全都砸到我的阵地上了 你的嘴巴干净点 唐炳林 看步兵懂什么呀 我用脑袋担保 我的方位和标志没有任何偏差 方位标志当然没有偏差 打的就是你们这些反动派吧 除此之外呢 为了迷惑戴荣光 唐炳林啊也向江边开了几炮 不过打的全都是没有隐性的炮弹 不会爆炸 等到戴荣光反应过来的时候 唐炳林又带着卫兵冲进指挥所 直接把他脚强服务了 司令官 江阴药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 只有脚械投降 才是你唯一出路 电影《大战林护航》 也邀请到了当年策划江阴起义的 唐炳林和唐炳林两位前辈 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他的同乡同学 所谓亲一心 都市共产党 等他渡江的时候 江阴炮台的起义大大减轻了东集团的压力 随后东集团发起全力突击 第十兵团三个军仅用几个小时就成功渡江 横扫南岸的国民党军 第八兵团也紧随其后迅速攻占了镇江阳中等地 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已经近在眼前了 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由刘伯承司令院率领的西线集团 也开始发起了渡江作战 三百多门火爆先是齐刷刷的打了一番 把国民党的江防部队炸了个人羊马 趁此机会 二夜三个兵团在北岸老百姓和军阅队的欢送声中迅速渡江 到了晚上九点 已经在南岸开辟了东集一百公里 纵深十公里的阵地 国民党首将刘汝明眼看解放军排山倒海般的压了过来 是拔腿就跑啊 比淮海战役的时候跑得还快 我军的铁胶板硬是没追上他 到了22日 解放军东中西三个集团主力已经完成了渡江作战 国民党的千里防剑全线崩溃 南京也在解放军风菌残云的攻势面前被成功解放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中山风雨 气藏黄 河湾熊师 博大奖 河湾熊师 湖居龙盘 今生喜 天翻地覆 开而靠 一将生用 追求可 不空 居宝 其实按照原定计划 接管南京的应该是陈庚司令员率领的第四兵板 但是这个任务最后给到了吴化文率领的35军 因为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经迁到了广州 南京没什么像样的抵抗力量 很轻松就可以拿下 而且我军敏锐的发现 汤恩博这个家伙在确定长江守不住之后 立刻将镇江以东的四个军向上海收缩 镇江以西的十几个军则迅速南下向杭州撤退 如果汤恩博的计划得以实施 那么第一 他很可能会把杭州的前汤江大脚给炸了 拖延我军向东南沿海进军的速度 第二 他还很可能利用长江退下来的部队 守住浙江到江西一带 而守住了浙干线 就可以打通和武汉白中喜集团的联系 因此在考虑到所有变数之后 渡江总监委当即下令取消陈庚兵团 接手南京的任务 转而令其迅速南下遮甘线 切断白中喜和汤恩博的联系 所以南京就交由吴华文率领的35军接管了 35军是我军的鲁中南纵队 和国民党起义的96军合并而成的 吴华文这个人口碑很不好 起义以前在山东作恶多难就不说了 抗战时期还当过罕奸 后来1948年济南战役期间选择了战场起义 才避免了被我军消灭的结局 而鲁中南纵队呢 则是我华东野战军的一员 抗战时期大名鼎鼎的铁道约基队 后来就编入了鲁中南纵队 所以说大家对于跟吴华文合并 一开始是很抵触的 后来陈老总亲自到纵队 给大家做私下工作 加上吴华文在战士们面前是痛哭流涕 检讨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大家才接受了合并 不过因为吴华文的部队几率不行 逃兵很多 和鲁中南纵队合并的时候 两万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了几截人 所以35军还是以鲁中南纵队为主体的 大家不要对35军第一个进入南京有什么疑虑 都是解放军 都是人民子弟兵 不过拿下南京只是渡江战役成功的开始 因为国民党的大部队已经开始向南溃退了 只有歼灭的这些有声力量 才能避免国民党在南方构筑新的攻势 尽快的解放江南地区 为此根据渡江总经委的指示 中集团过江之后和东集团统一交由苏域指挥 苏司令在研究战局之后 果断决定东西集团展开前行攻势 在东西对境中歼灭难逃的国民党军 而刘伯承司令院率领的二野三个兵团 则迅速的南下遮干线 切断白中喜和汤恩卜的联系 保障三野的侧义安全 关于过江之后的这段追击战 历史上其实是相当简单粗暴的 就是二野三野一路的往南推嘛 这其中国共双方的饭话很多很杂 讲不好会乱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听不懂 我就按照最简单直观的方法 给大家理清头绪 这段追击战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 即狼广维坚战和突击热感线 我们刚才提到 中集团和东集团过江之后 由苏域统一指挥 苏司令就把这两个集团 一共四个兵团的兵力 一部分留下来守备镇江南京等地 第七兵团的三个军 则大步的向南直杀杭州 其他的部队按照原计划展开前情故事 由于国民党南车的时候很乱 说白了就是逃命 组织性很差 苏司令命令各个部队强行军 一路上不要怕乱 碰到敌人就打 看到敌人就围 最终两个集团在长兴 广德 狼西一线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一共有国民党五个军 八万多人 那不用说了 干就完了嘛 从4月28号开始到29号结束 仅用一天半的时间 就全接了这八万国民党 打得相当漂亮 就是八万头猪 共军抓一天也抓不完 与此同时 向杭州进军的第七兵团呢 也在当地工人阶级的帮助下 成功夺下了千堂江大桥 至于杭州呢 哎 当地的国民党武装哪敢抵抗啊 跑的跑 逃的逃 不想跑的呢 就放下武器偷城了 杭州一战可以说进展的相当顺利 而二爷的三个兵团也是憋足了劲 一口气追了几百公里 刘伯承司令员下令 不要怕吃苦受累 一定要全肩逃敌 结果呢 也不用多想 二爷成功拿下了精华到上饶一线 彻底断绝了汤恩伯和白宗喜 合兵一注的可能 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也胜利结束 到这里 大战宁护航中的宁和航 已经全部拿下了 就剩下上海这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城市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军委发了定令 要求渡江总经委暂缓进攻上海 军委的命令很明确 既要保证上海能够被完整的解放 又要保证上海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所以重要的是 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 要让战士们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继续保持纪律严明的状态 那么此时此刻 上海内部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呢 在当今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叫千年历史看北京 百年历史看上海 上海这个城市 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尤其是清王朝灭亡之后 上海更是离境风雨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 亦或是欧美势力跟日本人 都对这座亚洲最大 最繁华的城市格外看重 包括我党 早在1927年的北伐时期 29岁的周总理就率领工人武装 打垮了北洋的上海政府 党中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设立在上海的 后来蒋介石为了独霸革命果实 也是在上海这个地方 联合青帮头的杜月生 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大肆迫害共产党员 从此以后 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 被迫转入地下 直到22年之后 解放军30万大军 濒临上海城下 势必要新账旧账一起算 但是上海人民 还经得住一场恶战吗 那边是天堂 这边 就是地狱 早在1937年的宋户会战 上海就已经化成过一片火 死伤无数 到了1949年 打破打仗先不说 上海的经济早已经全面崩溃 国民党推行的金元券改革 就是在上海发起的 后来崩盘了 最先倒霉的 自然也是上海的老百姓 扛一把袋 金元券最后换几根油条 在全国的各大城市 都不是新鲜市 上海尤为严重 说句报听的 彼时的金元券还不如撤职 擦屁股都险硬 上海的600万老百姓 完全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何况国民党还准备在上海 做殊死抵抗 蒋介石更是暗中下令 守不住就把上海搬空 打烂 绝对不留给共产党 为此 蒋介石还秘密下令 杀害了13位活动于上海的民主人士 以及许多中共的地下情报员 当然 松沪会战是为了抗日 上海被打烂了 老百姓是能理解的 但是1949年的解放军 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 不可能让好端端的一个城市 再次被炸成废墟 关于解放军攻城的话题 我在结尾结合着景州 济南和天津三场战役 给大家仔细讲讲其中的道理 回到顶 为了拿下上海 解放军制定了三个控制的方案 第一 围城 第二 由防守薄弱的苏鲁河以南 直接进攻市区 第三 进攻无松口 封闭汤恩博集团的海上撤退通道 和国民党决战于上海郊外 那么首先围城肯定是不行的 以国民党在长春的所作所为来看 肯定又会杀没养居 是吧 先抢光老百姓的粮食 然后再把老百姓往城外赶 丢给解放军 大家不要觉得 汤恩博不会这么干 此人 从人品到带兵都极端拉垮 比长春首将 郑敦国要差远了 在上海战役开始之前 他的恩师陈怡 曾劝说他放下武器起义 结果汤恩博 转手就把恩师出卖了 他的部队 在抗战时期 更是劫略百姓 唯祸一方 跟鬼子没什么两样 中原百姓所谓的水汉堂坊中的汤 指的就是汤恩博 其他三个都是自然灾害 事实上上海战役开始之前 汤恩博就下令 拆除阵地一公里范围内 所有的民房 扫清射箭 直接导致了几十万老百姓 瞬间无家可归 有谁敢阻拦的呢 就地射杀 其狠毒之心可见一般 何况汤恩博是背靠大海 补给相对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被围死 那直接进攻市区行不行呢 也不行 因为上海啊 有二十多万国民党军 加上解放军三十万人 这五十多万人 要全在市拒绝战 肯定会把上海砸烂的 这样就和中央要求的 完整解放上海相悖了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那解放军收着点打不就行了吗 我军能在市区收着打 国民党可不会啊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唯一的选择 就是进攻无松口吧 我们看地图 上海的整体呈半岛状 也被黄埔江贯穿市区 分为了浦东和浦西 而浦西呢 又被苏州河一份为二 北边的无松宝山一带 是长江和黄埔江的出海口 东边和南面是大海 而无松口 就是上海最重要的码头 同时无松一带也是郊区 有大片的乡镇 人口密度啊 相比于市区要小很多 那看完上海的敌情图 就会发现 要强守住上海 主力部队 就要沿着贯穿上海的黄埔江布阵 自然 如果要走海路撤退的话 也要顺着黄埔江经无松口乘船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上海那么长的海岸线 没了无松口 其他地方不能乘船跑路吗 哎 还真不能 海岸线虽长 但是能作为港口的地方很少 原因很简单嘛 海边都是有岸礁的 只有岸礁少的地方 才能建设港口顶船 部队沿着黄埔江这套天然险要撤退 就可以边打边撤 你要是普及的部队往普通撤 解放军趁着他过江的时候半度而击 你怎么还手啊 要知道黄埔江在1949年是没有桥的 所以对于汤恩伯来说 丢了无松口 就会失去海上吹退通道 到时候手里的20万人就是再能打 也会像杜宇明被围在陈冠状一样 慢慢的被耗死 因而汤恩伯的布局是 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无松宝山一带 依托早已修筑好的攻势 抵挡解放军的进攻 其次 在市区部下大部队 准备依托苏州河跟黄埔江节节抵抵抗 最后 以123军守备加金到昆山一线 保障上海的外围安全 应该说汤恩伯 厮守上海是很有把握的 首先 上海地势平坦 非常有利于重物级的发挥 国民党的海空军 随时可以提供火力支援 而且上海这样的江南地区水网密布 看似宽荡的平地 其实被无数的大小河流分割开了 进攻防是不容易展开的 万一再下个雨 对吧 道路一例 会进一步的加大进攻防的难度 其次 汤恩伯手下的20多万大军 但要充足啊 有50多架飞机 20多艘舰艇提供炮火支援 防御公式就更不用说了嘛 上海的每一座大楼 都是县城的掩体 在外围郊区呢 更是修处了4000多个钢筋雕堡 1万多个野战公式啊 其他的豪雷地沟 也是数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 英美等国还有军舰 停留在无松口 大量的外国侨民和外交人员 依然留在上海 蒋介石就断定 只要解放军强攻上海 打死了外国人 就会造成严重的外交事件 英美势力是一定会下场参战的 换句话说 蒋介石死守上海的目的之一 就是拖英美下水 那看完汤恩伯手里的优势 就会知道解放军有多难了 首先肯定是要避免 英美势力参战的 紫时英号事件 解放军是站在了舆论高地 英国人有气也只能憋着 但是上海不一样 乔明和外交官都是无辜的 这要是被打死了 就不好说了 再者 汤恩伯重兵防守 解放军要想完整地接触上海 难度可想而知 肃子令就形容上海战役 是慈系殿里打老鼠 谈何容易啊 所以综上因素呢 汤恩伯扬言会死守上海六个月 还真不是吹牛的 那依照汤恩伯如此精密的部署 解放军又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 陈老朵邓政委 亲自对部队展开竞争培军 强调激励问题 其次 肃子令集中第十第九兵团 分别从西北西南方向 展开前行攻势 最后啊 以拿下遮盖线的二眼作为战略预备队 随时准备应对美英的军事介入 我们刚才提到过 肃子令啊 是决心攻打吴松口 封闭海上通道的 但其实 封海口只是手段 逼迫汤恩伯把市区的部队 调出来增援吴松口 才是真正的目的 也就是说 解放军的首要战略目标 是完整地接收上海 其次 才是消灭上海首局 汤恩伯何等精明之人啊 他嘴上说要坚守上海六个月 但一出事 他跑得比谁都快 如果吴松口被攻占了 汤恩伯就是想跑也跑不掉了 肃子令啊 就是利用汤恩伯的这个心理 从战略上 逼迫他在郊外和三眼去战 1949年5月12号 上海战役正式打架 宋世伦司令员率领第九兵团 先后拿下了松江到金山外一剑 随后进攻穿杀 冰封直指高桥 叶飞司令员则率领第十兵团 攻占了昆山 泰仓随后向岳浦阵进发 直接威胁吴松口 但是第十兵团在吴松口外围的岳浦阵 却碰到了阴子 防御吴松是国民党的52军 这一支部队是从辽城战场上撤出来的 脱去战斗力 汤恩伯介于52军是手里少有的精锐 不仅对其进行了装备加强 还派出了海军和空军舰艇提供火力支援 加上吴松还有大量的永久性攻势 因此第十兵团的二十八二十九军 在进攻越谱洋航流航的时候 就遭遇了重大挫折 变影大战宁王航的这段坟地遭遇战 就是真实发生的 国民党直接把碉堡 秀在了坟地里 以假乱真 解放军战士本来想摸黑 打一波夜袭的 却怎么都没想到 看起来精气沉沉的坟地 竟然到处都是地堡 到了白天情况更糟 国民党的坦克飞机军舰一起开火 二十九军好不容易攻占的阵地 全被国民党夺了回军 几天打下来 二十八二十九军伤亡高达八千人 消灭敌人一个营 自身要付出一千人的代价 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 自己轻敌了 消灭敌人一个营 我们自己要付出 一千人的代价 两个军 什么八千人 八千人的 主要从过江 到狼狡 一路上打得太顺手了 难怪底下 点孙口就说 什么过江过江 不放一枪 追击追击 不堪一击 以为大炮一响 背起背包 就可以进上海了 从过江开始到攻打上海 部队打得太顺了 大家都以为 解放上海会跟解放南京一样顺利 因此在作战心态 战前侦查和物资准备上 都没做到位 不仅重炮部队没跟上 连爆破使用的炸药包都不够 不过这两个都是小问题 关键是 岳浦没拿下 汤恩伯还想无松增兵了 一下就加重了 二十八二十九军的负担 而反应到汤恩伯这边 眼看五军攻击速促 伤悟很大 汤恩伯立刻召开庆功大会 大肆吹嘘战绩 苏自领在看到两个军攻击速促之后 随即调整战术 命令两个军要减缓攻击 不要急 像华海战役打黄百刀和杜宇明那样 采取坑道作业 一个点一个点的敲 同时要做好火力挣扎 找到敌人的薄弱点进行重点打击 突破之后 在大膽穿插分割解冰 果然第十兵团克服轻敌观点之后 战军马上逆转 到了5月15号 29军攻入越谷 17号 28军占领洋行 而另一边的第九兵团 则进展的相对顺利 到了15号 已经攻占了川沙 直逼高桥 汤恩伯眼看霍路要被封死 赶紧抽掉尸击部队 去增援这两个地方 诶 这不就正好中了我军的计吗 时不我待 三野果断把重爆全部拉上来 对着国民党的郊区阵地 跟海上军舰一番狂乎滥炸 到23号下午 第九第十兵团 已经基本拿下了上海的外围 并成功引诱汤恩伯 把市区的部队调了出来 上海战役 已经形成了郊区决战的态势 苏州和以南的市区 只剩下了五个交进组队 战局之时 苏司令也改变了 之前直打郊区的战略 转而下他命令 向上海市区发起攻击 命令 传线国国部队 提前发起攻击 但要特别崇慎 原来在肃清国民党 外围阵地的同时 汤恩伯已经乘船 跑到了海上 也就是说 汤恩伯已经做好了 放弃上海的准备了 他现在命令部队 向无从口输缩 一方面是阻挡解放军 封死海口 一方面也是想着 把上海的部队 能带走的都带走 那他都准备跑了 还说什么 干就完了嘛 苏州和以南和浦东 很快就被肃清 但是苏州和北岸的 国民党军 着实不好打 这帮家伙躲在大楼里面 居高临下射击 很容易就能封死 苏州和的水面和桥面 由于上级严厉 不能使用大炮和炸药包 解放军只能用血肉之躯 发起冲锋 更要命的是 部分大桥后面 还有外国桥民 还不能打 进一步地加大了进攻难度 结果就是 冲击苏州和的战士 全部倒在了 国民党的火力网架 其中就包括 渡江第一船的十几名勇士 他们一路打到了上海 却没能看到 上海解放的那一面 沙虹野的解放军战士 准备一炮干掉这帮混蛋 但是军令如山 战士们再怎么恳求开炮 营长都绝不松口 而不只是前线 坐镇后方指挥的 二十七军军长聂凤志 也很为难 在过去 解放军大炮很少 战士们用命去冲锋 是逼不得已的 华东野兰军 为此还总结了一份 独步天下的夜战打法 这不就是为了 缩短和敌人的装备差距吗 到了今天 解放军已经组建了 强大的炮兵部队 但是在上海城下却不能用 要资产阶级的大楼 还是无产阶级的生命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指纹 而面对这样的抱怨 聂军长也没有办法 只能小语大意 告诉大家 上海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 如果旁边的房子里 住着你们老婆孩子 父母双亲 一颗炮弹落下来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你们赶下开炮的命令吧 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 谁说大楼是资产阶级的 明天就是无产阶级的 上海就是我们的家 不一会儿 军部来了几个 流浪上海街头的孩子 其中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朋友 嘴里竟然叼着子弹 或许他是把这个当成玩具 或者吃的了 可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 子弹是他们最不应该接触到的 他们现在应该在家里 在学校 而不是灰头土脸的流浪街头 而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 所有要求开炮的人都沉默了 眼看正面进攻大脚 效果不大 列军长下令 趁夜迂回攻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国民党首将刘昌毅 联系到了解放军 准备起义 原来啊 汤恩伯跑了之后 任命松户警卫司令 陈达静指挥 这个陈达静呢 看事都不对啊 又任命副司令刘昌毅指挥 啊 自己也坐船跑了 而刘昌毅呢 自知不能久手 最终选择了放下武器 5月26号凌晨 我军批准了刘昌毅的起义请求 借着刘昌毅的防击啊 顺利通过了苏州 到5月27号 三野将盘踞在上海市区 不肯投降的首军全部歼灭 同时攻占高桥和无松地区 又将来不及登船逃跑的 国民党军啊 一波团灭 至此上海解放 上海战役历时15天 解放军以伤亡3万多人的代价 歼灭国民党军15万3000余人 此战 解放军在不使用炮火攻击市区的情况下 保证了上海被完整解放 整个战役期间 上海的水电供应全部正常 工厂高楼也被全部保存了下来 最大限度的 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散产安全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解放军入城之后呢 也严格遵守纪律条令 与民秋毫无反 在营地没有扎好的情况下 宁可睡在大街上 也坚决不如民房 而解放后的上海啊 全力恢复物资生产 为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复苏 做出了巨大贡献 直到今天 上海的常住人口 已经突破了2400万 它依旧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更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扇窗 东方明珠的美誉 享誉中国 享誉亚洲 享誉全世界 打上海的时候 我在住在江西路 在市区里面 听不到什么强声 有一天早上 我推开窗子一看 我第一个感触 蒋介石是回不来了 很多人会问 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就保全一个上海 值得吗 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不好评价 因为我没有资格要求解放军不用打炮 我只会给所有参战的英雄竖起大拇指 也会向牺牲在上海的烈士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按照常规打法 解放军 本不需要强攻敌人重兵防守的乌松和高桥 直接拉上大炮 对着防御薄弱的势去打就行了 但是解放军没有这样做 而是以保全上海为第一要务 最终付出了三万多人的巨大伤亡 参加上海战役的解放军27军 235团团长王景坤前辈 曾这样回忆说 树立在上海市中心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 是上海人民对英雄的致敬和怀念 如今74年过去了 战争的硝烟也早已消失在了中华大地上 在回收网期你会发现 当初解放军用命保驾的 绝不仅仅是一个上海 而是我们中国人居住了5000多年的万里神州 我知道肯定有同学会问 上海不用大炮 那景州济南天津为什么要用呢 首先大家要明白 解放军进攻大城市 都会尽量避开居民区工厂和学校 因为解放军就是为人民而战的 早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 东北民主联军就提前疏散了四平的老百姓 最后虽然丢了四平 但是解放军已经在尽可能的保护老百姓了 到了1947年6月 解放军三打四平啊 就因为缺乏城市攻击量的经验 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 还是伤亡了一万多人 最后四平也没打下来 这直接导致了辽审战役期间 林彪迟迟下不了攻打景州的决心 这个时候你再想一下 打景州打济南 不用大炮行吗 难道解放军就活该顶着敌人的炮火冲锋吗 就是用了大炮 解放军都是没有必胜把握的 还得告全体战士用命去拼吗 有的人又会问 那天津呢 天津是必胜的局面 为什么也要用大炮呢 很简单 因为天津战役不能拖 要真拖个三个月打不下来 那副作义就不可能放下武器 北平也免不了一场血战 难道你希望解放战争的历史上 多一个北平战役这样的故事吗 是吧 肯定是不行的 炮打天津是为了促和 是为了整个平津战役能尽快的结束 少打一天仗就会少死一个人 何况天津战役 解放军同样避开了居民群和学校 尽可能的保全了天津 要不然天津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 会主动站出来给解放军带路吗 这个时候你再看看上海战役 首先上海是必胜的局面 它是渡江战役的收尾阶段 不需要考虑其他战役的进程 其次国家贫弱啊 新中国太需要各种物资来进行战后重建了 而上海呢有大量的工厂和技术工人 这是全国其他车是没法比的 保下了上海将大大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复苏 我举个例子啊 在抗美援朝期间 上海的各大工厂 生产了一千多万双军用胶鞋 和几百辆大卡车的猪肉罐头 其他的药品和汽车零部建大 更是数不胜数 我再说句肺腑之言啊 就因为解放军以人民为重保全的上海 才让中国共产党在后来有足够的威望 打赢上海的进入大战 老百姓也愿意相信 共产党发行的人民币 不是国民党的情愿券 是真正的有诚信的货币 所以对于上海战役啊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对于网上那些侮辱解放军的混账言论呢 怼回去 这里是正义观影 我是汪正义 我们下期再见